如果玩家生活在一个景色优美的豪宅里 突然有天发现自己每天都循环过着同一天 除了许久的豪宅居然是假的 身边的一切都是经过他人精心布置 就连哥哥也是欺骗者之一的人 那么玩家还愿意留在那里吗? 好了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猎魂Pray是一款发行于2017年的恐怖元素第一人成设计游戏 由Arkane Studio制作Protestas Software公司发行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名为摩根鱼 是一名生活在太空站的人类 本来他的生活十分的惬意 直到他发现了自己居住的太空站 并不是表面的那么美好 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就像是经典的电影《楚门的世界》那样 那么究竟这其中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猎魂的剧情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咻 2023年3月15日 在闹钟的铃声下 摩根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床头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他的哥哥埃利克斯打来电话 让他不要忘记今早的测试 原来今天是摩根第一天来到塔洛斯太空站 而为了测试是否适合生活在塔洛斯 他需要前往转型中心 接受几个测试 贴心的哥哥在屋顶准备了加直升机送他过去 出门时看见了邻居正在维修 简单打了招呼后 他就继续前往屋顶 在直升机的视角下 能看出塔洛斯其实和地球的城市没什么差别 甚至还比多数城市更为发达 不久兄弟两人就见面了 哥哥说接下来的测试可能会有点超乎常规 但这是一贯的传统 所以让他等会顺其自然就好 就在以为会很困难时 然而测试却十分的简单 像第一个是照着自己的想法随意摆弄三个箱子 第二个是在九秒内躲在让对面的人看不见的地方 何放眼望去 房间内唯一的障碍物只有椅子 但躲在椅子后面时 对面的人却对摩根的行为感到惊奇 似乎躲在椅子的举动出乎他们的意料 接着博士询问一旁的助手 有没有检测到任何的神经突出反应 得知没有后博士表现出了失望 接着就继续下个测试 第三个测试是以最快的速度 按下前面的蓝色按钮 按下按钮后对面再次对测试感到奇怪 男助手则是回答 他已经将蒂娜带下来的东西安装了 可这些对话似乎不能让摩根听见 女助手赶紧小声提示 麦克风还开着 博士转头解释 他们的设备出了些问题 让他不要在意 接着做第四个测试 第四个测试与前面做的三个完全不同 这次要以比试的方式回答几个问题 像是如果度假会选择去很喜欢的老地方 还是会试试新的地方 背叛了死刑后会有什么感受 直到第三题就出现了考验人性的问题 像是十分经典的火车问题 是选择拯救五个人牺牲一个人 还是拯救一个人牺牲五个人等的问题 突然有个黑色不明物体进入了博士的咖啡 正当他想喝咖啡时 那个黑色物体袭击了博士 博士在一瞬间就被吸到只剩白骨 实验室也因为安全问题而喷射药水 将实验室内的摩根给迷晕了 昏迷中他听见了哥哥正和刚刚的男助手 讨论刚刚的突发事件 可由于摩根被注射了针钉剂 很快又混了过去 第二天闹钟再次响起 可奇怪的是闹钟报告的时间 既然是2023年3月15日 难道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吗 走出房门后发现 昨天的邻居已经倒在了地上 和昨天的博士一样被吸到只剩白骨 这时一家代号为医院的机器人打来了电话 告诉摩根昨天发生的都不是梦 让他赶紧离开那里 当他拿起扳手打破玻璃时才发现 原来玻璃后面竟然是一堆的设备 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个模拟实验室 玻璃上的风景是通过电脑显示的 他还在电脑上的程序找到了哥哥的诚患录音 而所谓的直升机根本就不在房顶 而是在同一楼层的其他房间 只见直升机下方有个机器 只要配合周围显示器的景色 和下面的机器同步抖动 就会让人产生出真的在乘坐直升机飞的错觉 本想着前往昨天和哥哥会面的房间 问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由于塔洛斯出现了怪物 所以到处都找不到人 突然在一旁的测试房看见了那只怪物 他尝试打破玻璃逃出 然后发现人后他就变成了椅子伪装自己 一月打来电话介绍说 那是来自外星的风暴一模包囊 这里的人都统称他为尼泰 当尼泰吸取人类的营养之后 他还能自行分裂增值更多的尼泰 是一种十分棘手的外星生物 之后的路上 他也因为尼泰的能力吃尽了苦头 擅长伪装的尼泰 让人无法分辨物品的增长 这就导致很容易就受到了尼泰的栖息 从维修通道去到另一边时 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转头看去居然是有着人形的尼泰 一月介绍说 那是有着人类形态的风暴一模 名为幻影 当人类被尼泰杀死后 就会有一定的几率变成幻影 之后在一月的指引下 他拿走了展示柜上的神经调整仪 这个仪器是转型最强力的发明 它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 学会新的技能或能力 就像是昨天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 在神经调整仪的帮助下 很快就学会了唱歌 而为了能对抗风暴一模 他也将神经调整仪注入了体内 然后玩家就可以学习三种不同职业的技能 像是科学家 工程师和保安 科学家能在医学和实验设备中创造优势 使用医疗包有很好的效果 从风暴一模身上得到更多的珍规材料 用以制作神经调整仪 以及能入侵电脑和机器人系统 工程师能在体力和装备上创造优势 保安则是武器伤害 聚焦战斗 体力和潜行上的优势 然后在医学的带路下 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可他却对自己在这里 曾居住过三年完全没有一点印象 这时医学表示 一切的真相都在电脑中的录像 播放录像他发现 影片中的人居然是他自己 原来摩根之所以会失去大部分的记忆 正是神经调整仪所带来的副作用 虽然神经调整仪 可以让人快速洗得任何的知识 可一旦拆除它 就会失去注射后的记忆 回忆会重置到注射神经调整仪的前一刻 更让人吃惊的是 神经调整仪居然是以拟胎为材料 之所以他会失去这三年的记忆 正是哥哥埃里克斯做的好事 这就导致他不停地循环同一天 就在他要说出 为什么哥哥会那么做时 突然伺服器受到了哥哥的干扰 于是他只好前去伺服器重新连接服务器 接着回去观看剩余的录像 可录像中的自己 却让他一定要摧毁太空站 将研究资料和风暴异魔一同摧毁 也包括他自己 因为注射神经调整仪的关系 他身上也有了风暴异魔的身份 依照风暴异魔争执的能力 哪怕带上一个细胞 回到地球上 地球也将会面临和太空站一样的灾难 至于该怎么做 医院会负责指导他 而录像到这就结束了 医院告诉他 塔洛斯的智慧需要两把钥匙 而这两把钥匙分别在他和哥哥身上 可哥哥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早就摧毁了他的钥匙 幸运的是在生存储存所 有钥匙的生产自称 之后他在心灵实验室 找到一个心灵探测器 这是仅次于神经调整仪的另一个中药科技 他能更好地辨认出伪装的拟胎 并且只要有足够的样本 还能扫描出风暴异魔生物的弱点 信息以及学习他们的技能 进入了心灵电子硕士 看见了许多的异性珊瑚 整个风暴异魔的生态系 都以生产着物质为中心 其实异性珊瑚是风暴异魔作为传输数据的一种媒介 不过这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异性珊瑚的作用 他们只知道太空号上发生怪事的时候 就是这个东西出现后 在60和70年代时 当第一批研究小组试着与风暴异魔沟通 但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 而且也没有人类的视觉 最终结果就是无法沟通 实验室为了更了解风暴异魔 还将人类作为实验品 编织魔还能将人类实体 转变成更强大的花点幻影 将敌人解决后 便接着前往生存储存所 当进入活物通道时发现 里面全都是异性珊瑚 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异性珊瑚正在逐渐蔓延着塔罗斯的每个角落 途中他救下了被困在外太空 差点缺氧而死的一位博士 帮萨拉等人找到武器 清除逃身口大量的风暴异魔 还安装了炮塔 让他们可以守住逃离的出口 可一月对魔跟救助其他人的行为感到不理解 因为他本就打算摧毁太空站 但现在却又给其他人希望 对于一月的疑问 魔跟并没有回答 哥哥看见他的座位后 打算让他看看一切的真相 因此在哥哥的帮助下 他顺利地进入了哥哥的办公室 开启了电脑播放影片 看到了真正的真相 在神经调整仪的效果下 魔跟获得了风暴一模的超能力 这时哥哥对他的座位发起了疑问 认为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魔跟表示 为了让后代的进化能更强大 更聪明 强壮和长生不死 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这时我们才知道 原来引发这一切事故的罪魁祸首 竟是魔跟他自己 哥哥只是顺从他的想法写出实验而已 而之所以之前的录影 他打算摧毁塔罗斯 也是因为长期使用神经调整仪的另一个副作用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下 导致魔跟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所以才会从一开始想利用风暴一模造福后代 变成害怕风暴一模想彻底摧毁他 然后哥哥提议 只要收集足够的异性珊瑚资料 他就能制造出消灭那些怪物的武器 在扫描异性珊瑚的时候 居然发现 随着他吞噬了人类 他还能获得那人的心智 如果再不抓紧时间 他将会变成比现在还可怕的怪物 好不容易收集足够的异性珊瑚样本 解析时突然受到了干扰 原来是转型董事会 也就是兄弟两人的父母 派新的指挥官达尔前来接替两人 接收塔洛斯的掌控权 让其他的幸存者不要帮助两人 还让本该保护人类的机器人 也开始射杀两人 摩根当然清楚知道 达尔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拯救太空站的人 而是杀死太空站的所有人 拿走风暴一模的情报 交给董事会 之后在达尔的太空舱时 也从里面董事会的录音中 得知了他们的目的也就只是科技与研究成果 最后就是灭口转型的所有资源 这时达尔就会切断沙拉那边的氧气 迫使摩根出来面对他 当找到达尔时 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路线选择 一是利用实弹杀死他 二是利用电枪将他电晕 之后就能利用神经调整仪 让他忘记前来暗杀的记忆 而是成为了前来救援的救援队 解决了达尔的时间后 终于在植物园与哥哥会面 埃尼克斯认为 虽然危险的科技会为人类打来灾难 可看见摩根的实验后 他相信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人类还是可以掌控危险的科技 所以他提议使用急波发射器 消灭风暴异魔 就可以继续两人多年的研究 而且他还检测出了 一性珊瑚其实是一种神经讯号 风暴异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将秘密讯息传送到遥远的信息 就在埃尼克斯好奇 那些讯号会送去哪里时 接收到一性珊瑚讯息的至尊异魔 已经来到了塔罗斯外 埃尼克斯在施压之下昏迷了过去 眼见失态越来越失控 摩根决定放弃哥哥 拿走他身上的钥匙 独自一人前去启动自爆 解决这一切 在安装急波发射器时 突然闪现出许多奇怪的画面 还看见了自己正被风暴一魔吞噬 准备启动急波发射器时 一旁的伊悦正尝试阻止摩根 因为他得到指令 是协助自爆摧毁塔罗斯 而使用急波发射器 并不在他的指令里 所以他使用程序 阻止了急波的发射 而为了能使用急波发射器 必须解决伊悦 随后就能使用急波发射器 消灭所有的风暴一魔 就在以为事情结束时 剧情再次发生了大翻转 在一段程序走完后 带着我们脸上的仪器 被拿了下来 而埃里克斯 正好好的站在一旁 原来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居然是一只风暴一魔 而我们看见 和所做过的一切 全都是基于摩根 这个人类的记忆 而真正发生的事 是弟弟摩根 留在了太空站死去 而哥哥埃里克斯 幸存了下来 并且救下的所有人 其实都只是奇系人 外面的世界 也已经被异性珊瑚占领了 而人类最后的希望 就是研究出 有人性的风暴一魔 由于风暴一魔 没有镜像神经元 所以他们无法体会到 其他生物的感受 他们只会顺从本能 不断的杀戮 所以为了填补风暴一魔 缺少的部分 才让他体验了摩根的记忆 埃里克斯希望 他能成为两个物种之心的桥梁 以沟通的方式 达成互相生存的平台 对于埃里克斯的要求 会出现两个选择 如果选择帮助人类 就握住埃里克斯的手 这也说明了 人类的实验成功了 相反就是杀死所有的人类 这也证明了实验的失败 经历那么多 最后实验题 也只是个顺从本能的杀戮怪物 除了结局 游戏中还有多条路线的选择 像是之前救下的所有幸存者 其实都是实验室中的机器人 而根据救不救幸存者 也会有不同的结局 如果救下一部分幸存者 机器人会判定 这个风暴一魔拥有人性 最后就有机会选择杀光人类 还是救下人类 如果完全没有救下任何人 就会被判定为是失败的实验品 失去选择的机会 而当埃里克斯昏迷 救不救他 也会影响后面的剧情 如果救下埃里克斯的话 在抵达自爆市时 我们会听见他正和一月在争论 埃里克斯想让我们 使用急波发射器解决问题 而一月由于只有自爆的指令 所以他会阻止急波的发射 这里可以选择 看着埃里克斯射爆一月 就可以使用急波发射器 消灭所有的风暴一魔 当然也可以在埃里克斯的面前 按下自爆钮 失望的埃里克斯决定留下来 和自己的心血共生死 祝福摩根赶紧逃命后 就呆站在原地 摩根在最后一刻 及时登上了太空舱 在自爆前逃离了太空站 或是射到埃里克斯 救下一月 最后炸毁太空站 假设玩家选择什么都不做 而是自顾自地逃跑 那么这场实验 也会被埃里克斯定义为失败 随后强制结束 并重新开始实验 当然游戏还有许多 微变化的结局 想了解更多的玩家 也可以自己去游玩 不得不说 这游戏的细节 做得很高品质 每个威小的举动 都会改变游戏的路线 不知道玩家们 又对于猎魂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